你刚说什么 你这么喜欢拍照 为什么不让我买最新款的手机 那个拍照效果更好 跟你样的型号就够用了呀 还真把自己当冤大头了 还是说你家具有钱 花都花不完的那种 你的银行卡 是不是用的是黑卡的那种 家里面呢有那种 家常版的劳斯莱斯 一回到家呢就有个管家 一开口就问他 我问你少爷今天一天的体验生活怎么样啊 有没有人欺负你不开心的话告诉我 我让他们家族破产 要查吗 不用 你还是给我保留点美好幻想吧 万一我有想写一个霸道总裁文呢 再说了 那种查出来你比我害羞 以后分手了还觉得我贤贫爱富 我这样会有心理负担的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们会分手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反正是都有个万一嘛 不能提吗 不能 嗯 好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不能提分手 因为这样会不吉利 是因为我们不会分手 不分手 笑什么 你什么 他突然觉得你有脸可爱 你根本不说话 你脸红了 你真脸红啊 没有 有 明明就有 现在谁亮了 你隔壁 我本来给你准备礼物的 我现在不给你了 你哪来的礼物啊 你在商场上厕所的时候卖的 我想去上个洗手间 你等我一下 好 我等你 你拿一下 你都不给了 我还问什么 那你也可以问一下呀 虽然你问了我也不会给你 那我就不问了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 那是什么礼物啊 这要真的讲 情侣手机壳 是不是 不给 不给 那怎么样你才愿意给我 你去那个操长跑十圈 开 开玩笑 来 这是我的 对啊 我喜欢蓝色 我肯定要蓝色 我不要 不行 我 你用粉色又什么嘛 这都什么年代了 又不是男生非得用蓝色 女生非得用粉色 你得打破性别人的质固 喂 喂